P哥三学好声音开始腥风作浪 P哥陈畜生组被强制换歌,恶意改票数 没想到中国好声音的黑幕才过去不到两个月 芒果台披荆斩棘的哥哥又开始腥风作浪 陈畜生组被强制换掉曲目 上台表演后又恶意修改票数 就连蔡国庆也没忍住黑脸 作为话题度最高的选手 陈畜生可以说是为P哥节目组贡献了不少热度 然而在准备武功表演时 陈畜生队伍早早的就选好了歌 可到临了表演时 节目组才告知音版权问题要换歌 做视频不易先点赞 后观看人生更灿烂 这一突然通知打得他们措手不及 不过好在几人足够镇静 重新选取后便快速进入编排状态 本以为这已经够抓马了 可无奈的一幕还在后面 毕师陈畜生组改编的动物世界杀疯全场 分数出来后 听到过线的几位成员激动的拥抱在一起 可还没到两秒就被告知分数统计错了 节目组便以此为有要求重新录制 观众重新投票 最后陈畜生组挑战失败 得知这一结果的蔡国庆党场黑脸 但对于他们来说 这种充满内幕的事应该已经习以为常了 王丰估计都没想到 陈畜生的翻唱竟把自己给秒了 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 陈畜生组的一首光明将现场的气氛点燃到顶点 就连王丰本人都说他唱得非常不错 可令观众没想到的是 被原唱都认可的歌曲 竟败给了胡彦斌的不必在乎我是谁 不同于王丰激情豪迈的光明 陈畜生赶紧清澈的嗓音 唱出了一种温暖又充满生命力的感觉 虽然这首歌没能获胜 但却让观众享受了一场试听盛宴 而同样一首歌却能唱出不同的风味 这或许就是音乐的魅力吧 而芒果为何如此针对陈畜生 这要从湖南卫视最黑暗的一刻说起 四个主持人为了旧场跟观众尬唱 现场直播混乱差点酿成博出事故 而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快难冠军陈畜生 据悉当时他是要压轴出场 可不料在博出前却突然消失 无论工作人员怎么找都找不到 而陈畜生的这一行为 也导致湖南卫视跨年也差点成为笑话 事后陈畜生被告上法庭面临巨额赔偿 对此有不少网友都直言陈畜生太任性 做事不考虑后果 而他之所以要赌上自己的前程 就是为了反抗 彼时的陈畜生名气很大 公司直接把他当成了摇钱树 每天都安排满满当当的行程 这也导致他根本没时间创作 虽然他也跟公司沟通过自己的想法 可奈何对方根本不当回事 而除了此事外 还有网友透露 当年的跨年演唱会 未经陈畜生允许 就邀请了他的前女友 为此制造话题提高收视率 陈畜生在得知此消息后 自然不愿意 于是便用一一走了之的行为 来抗议节目组 也难怪如今陈畜生组 在P歌中会面临种种坎坷 P歌三陈畜生被坑惨了 武功林表演被换歌 投票被要求重投 P歌三武功绝对是有史以来最找码的一期 先是延迟播出 后又让纯香舞台泄露 更加离谱的是 全网唯一一台电视获得独家播放权 胡彦斌拿第一的消息 不静而走 节目讨论度再次拉满 要知道陈畜生部落的两个舞台 无论是在现场还是播出后 都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没想到最后以酒票之差输给胡彦斌部落 而现场大合唱的他不爱我 在下半场竟拿了个倒数第二 这真的让人匪夷所思 而此前有瓜主爆料动物世界上墙 陈畜生阵营足足被骂了一周 结果播出后却是胡彦斌部落顺利上墙 网友可谓是纯纯大冤种 不仅节目外剧情抓码 节目内的哥哥也成为play一环 早前现场观众反馈 陈畜生族本来要演唱的燕窝 因为版权原因临时被换 播出后给出的理由是燕窝不能加rap 所以只能换歌 一句轻描淡写让老旧成了背锅侠 又当队长又背锅 报时老旧是真的很忙 为了让票数更真实 也真实煞费苦心 他不爱我大合唱 北翼简眉 第一次投票过线了说是乌龙 第二次直接成倒数 上台的公正员也消失不见 现场观众高呼黑幕 难怪有网友说 这一季皮革三就叫披荆斩棘的陈畜生 果然皮革三延迟薄出一周的时间 早早的就把陈畜生披荆斩棘的剧本写好了失败的结局 可能在芒果的眼中 陈畜生的的确确早就成为各地18线小明星 相比较之下 王耀庆可能就是皮革实力与人气断层第一的顶流了 也是因为这样的认知 陈畜生每一次的胜利换来的都是节目组的打压 每每陈畜生赢下了舞台 到头来任何一个有利于胜利者的规则都没有 反而部落成员被节目组强行拆散 在这样的灵活规则之下 陈畜生部落可以说一路数过去 可就算踢金斩棘的荆棘 早就把陈畜生扎得遍体鳞伤 但是陈畜生始终坚信着是金字总会发光的道理 毕竟舞台的初心并不是拿下输赢 更多的是回馈给观众 所以就算五公里表演只有仅仅三天的时间 陈畜生部落还是日日夜夜排练 他不爱我 可以说在舞台上的效果依然是非常出色 万万没想到 到头来居然又被要求重新投票的举动 也难怪蔡国庆老师瞬间挂脸了 披荆斩棘 陈畜生 临时换歌 宝石背锅 跳树出错 国庆落泪 节目组一笔带过 看了披荆斩棘最新一期节目 才知道节目组为何不敢在上周同时播出上下集 即便他们关闭了社交媒体的评论区 但转发区依旧骂声一片 刚想问一下节目组陈畜生这赢赢了 你们晚上是不是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还是说完成不了KPI 你们以为自己把上下期节目分开两周播出 观众就不会太大反应 这样不仅不会降低热度 反而让观众觉得你们做贼心虚 01 武功选取 陈畜生部落选择了燕窝和自选取 自选取他们选择了动物世界 拿下全场最高分 燕窝他们准备的非常充分 罗杰夫还有RAP表演 据工作人员透露 燕窝的舞美和改编都很不错 编剧前前后后改了十多版 最终才通过导演组的审核 可就在公演前三天 导演组突然通知哥哥们 因为加了RAP 燕窝的版权没有拿下来 拜托 报师都唱了那么多说唱了 没必要这次非要加说唱 这个理由太牵强 皮哥搬了三季 一个版权没有弹下来的歌曲 就敢让大家开始改编练习 如此第一集的错误 很难让人怀疑 这不是故意为之 最终还是老舅靠自己的人脉 搞定了他不爱我这首歌的所有流程 老舅选这首歌就是因为委屈 他其实应该选一首 更加直输胸义的歌曲 02 公演当天 节目组犯了一个 比拿不到版权还要低级的错误 陈楚生 李久哲 董宝石 王立新演唱完他不爱我之后 现场观众投送的火力值 超过890 成为全场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超过分数线的舞台 他们在一起拥抱 欢呼 庆祝这来之不易的成功 可没过多久 吉思军接到导演组通知 说大屏幕显示错误 他不爱我 超过的是870火力值 不是890 至于现场观众爆料 当时直接停录半个小时 等到一切都处理好之后 又邀请四位哥哥重新观看结果 结果可想而知 肯定过不了线 为了表示公正 节目组还专门把公正元请到台上 公正元略显紧张的深情 出卖了导演组 这时候大家就应该能理解 蔡国庆为何哭得那么突然 他不是被哥感动了 是替几位哥哥感到委屈 03 节目组是如何剪辑这些桥端的呢 他们大笔一挥 没掉了大多数关键信息 顺便还给老好人宝石挖了个坑 单从节目剪辑来看 观众还以为是宝石加了一段rap才让版权没有拿到 但实际上当时准备唱rap的是罗杰夫 这种弊重就精 半真半假的谎言最可怕 粉丝很容易受到挑拨 我们从现场观众那里得到的关键信息 节目组为何不敢剪出来 因为这些错误根本站不住脚 没人会相信这就是单纯的失误 大家只会觉得这是赤裸裸的剧本 如果观众不知道这些内幕真的会被忽悠过去 万幸现在是自媒体时代 节目组的一切小动作都无所遁形 04 很多人还会疑惑 节目组为何要这样做 歌曲版权这件事或许真是失误 但现场重新计票绝对是不以为之 节目组的空票手段过于前线直白了 前四公那么多舞台 好的坏的上870的寥寥无几 怎么一道武功全都超过870火力值了 既然第一轮都能超过870火力值 第二轮超过890不也是轻轻松松 也就剁20票的事情很难吗 这只能说明节目组在武功只能给出五个成团名额 他不爱我火力值突破890 就意味着笑风声阵营武功可以拿到三个成团名额 导演组当然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成团名额一早就是固定好的 每个阵营有几个成团位 什么时候给成团位 也都是节目组早已经商量好的结果 一旦有一个阵营夺了或者少了 节目组就需要重新分配 所以他们宁愿冒着挨骂的风险 也要在武功把笑风声阵营夺出来的成团位抹平 只能说节目组高估了自己的掌控能力 也低估了陈楚生的影响力 观众能撑起一个S家综艺节目 自然也能毁掉一个S家综艺 他们要是在这样暗箱操作下去 这个IP离停播也就不远了 陈楚生组他不爱我惜败 蔡国庆痛哭 东宝石说唱内涵 早已为他扳发最佳男主角 陈楚生组原本要演唱苏打绿的燕窝 可因为版权问题 临比赛的前两天换成了莫文伟他不爱我 明明是节目组搞不定版权 后果却得陈楚生整组人来扛 就在陈楚生组顶住压力 出色完成了他不爱我的演出后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 在11月3日播出的披荆展集中 陈楚生组突然被告知 他们排练好的燕窝不能唱 理由是只有演唱版权 没有改编版权 此举也就意味着不能在表演中加入说唱 在有董宝石的情况下 不允许说唱 不允许改编 等于自费武功 陈楚生组只好临时换歌 可披荆展集已经做了三季 哥哥们唱过的歌曲至少有50首 第一次出现买不到改编版权的问题 而且既然明知有问题 为什么还要把这首歌放到被选曲库里 还恰好被陈楚生组选道 董宝石与李久泽的一席对话 内涵满满我还特意设计了一段说唱 结果不能去改编 很遗憾 这个年纪的男人 无论感情还是事业 都是委屈的一面 我就联想到了他不爱我 我想在这首歌里提炼出委屈的东西 好在陈楚生组个个实力强大 依然贡献出了一场高质量的表演 按照惯例 陈楚生第一个开口演唱 定下了整首歌的基调和音准 王立新的歌声一直比较轻量 但这一次他的男中音也非常动听 在排练阶段 李久泽分享了自己被女朋友劈腿 与别的男人同吃一个冰淇淋的故事 他的委屈感好像一个青涩的大男孩 东宝石给了整首歌最大的亮点 一个是他的说唱部分 歌词写实 深刻 尤其是那句原以为只要是对你好 没有谁替代不了 没想到你早已为他颁发最佳男主角 令人印象深刻 还有他的歌声 唱出了一种中年男人经历生活蹉跎后 独有的破碎感 在歌曲的结尾处 陈楚生重复了两遍 他不爱我那句高音 似乎嘶吼出了全组人的愤懑和不甘 演唱结束 全场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站在台上的陈楚生、王立新、李久哲、董宝石四个人 脸上没有一丝高兴 犯到是有种发泄后的酣畅感和满足感 在观战席的蔡国庆早已红了眼眶 当队友罗杰夫跑下台阶拥抱他时 蔡国庆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是委屈、是不甘、是感动、还是庆幸 一旁的于豪明连忙安慰蔡国庆 连着说了两遍 不容易、不容易 陈楚生组的表演 也得到了其他哥哥的高度好评 但可特意重复了董宝石的那句 没想到你早已为他颁发最佳男主角 阿扑形容宝石老舅的歌声和演艺风格 好像迪克牛仔 别人唱 你会受不了 可老舅唱 苦 马伯谦说 这首歌会成为节目上留下来 大家持续回放的一首歌 从观众到所有的哥哥 一致认为他不爱我的现场投票数 肯定超过890票 可这是总决赛之前的最后一次公演 节目组又怎么会让陈楚生组轻易拿到成团名额 有去过当晚录制现场的观众在弹幕区爆料 第一次投票是超过890票的 可节目组说投票系统出现问题 要求陈楚生组再录制一遍 因为哥哥们的心情受影响 加上观众的新鲜度已经过去 所以第二次投票只得了888票 也就是说 蔡国庆抱着罗杰夫痛哭的镜头 其实不是第一次表演时的感动 而是第二次投票失败后的委屈 至于这个说法的真假 节目组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真假难分 一场表演 一次投票 甚至一记真人秀的实力 都不能代表陈楚生等人真正的实力和人气 就像他们在拉票时喊出的口号 他不爱我 我不上火 相信在很多观众的心目中 他们四个人演绎的他不爱我 就是不亚于动物世界的一场精彩表演 值得反复聆听和欣赏 而作为歌手把自己最精彩的歌声留在舞台上 印在观众的脑海里才是最重要的 陈楚生组他不爱我戏败 蔡国庆痛哭 东宝石说唱内涵 早已为他颁发最佳男主角 陈楚生组原本要演唱苏打绿的燕窝 可因为版权问题 临比赛的前两天换成了莫文伟他不爱我 明明是节目组搞不定版权 后果却得陈楚生整组人来扛 就在陈楚生组顶住压力 出色完成了他不爱我的演出后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 在11月3日播出的披荆斩棘中 陈楚生组突然被告知 他们排练好的燕窝不能唱 理由是只有演唱版权 没有改编版权 此举也就意味着不能在表演中加入说唱 在有董宝石的情况下 不允许说唱 不允许改编 等于自费武功 陈楚生组只好临时换歌 可披荆斩棘已经做了三季 哥哥们唱过的歌曲至少有50首 第一次出现买不到改编版权的问题 而且既然明知有问题 为什么还要把这首歌放到被选曲库里 还恰好被陈楚生组选道 东宝石与李久哲的一席对话 内涵满满 我还特意设计了一段说唱 结果不能去改编 很遗憾 这个年纪的男人 无论感情还是事业 都是委屈的一面 我就联想到了他不爱我 我想在这首歌里提炼出委屈的东西 好在陈楚生组个个实力强大 依然贡献出了一场高质量的表演 按照惯例 陈楚生第一个开口演唱 定下了整首歌的基调和音准 王立新的歌声一直比较轻量 但这一次他的男中音也非常动听 在排练阶段 李久哲分享了自己被女朋友劈腿 与别的男人同吃一个冰淇淋的故事 他的委屈感好像一个青涩的大男孩 东宝师给了整首歌最大的亮点 一个是他的说唱部分 歌词写实 深刻 尤其是那句原以为只要是对你好 没有谁替代不了 没想到你早已为他颁发最佳男主角 令人印象深刻 还有他的歌声 唱出了一种中年男人经历生活蹉跎后 独有的破碎感 在歌曲的结尾处 陈楚生重复了两遍 他不爱我那句高音 似乎嘶吼出了全组人的愤懑和不甘 演唱结束 全场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站在台上的陈楚生 王立新 李久哲 董宝石四个人 脸上没有一丝高兴 泛道是有种发泄后的酣畅感和满足感 在观战席的蔡国庆 早已红了眼眶 当队友罗杰夫跑下台阶拥抱他时 蔡国庆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是委屈 是不甘 是感动 还是庆幸 一旁的于豪明连忙安慰蔡国庆 连着说了两遍 不容易 不容易 称畜生族的表演 也得到了其他哥哥的高度好评 但可特意重复了董宝石的那句 没想到你早已为他颁发最佳男主角 阿扑形容宝石老舅的歌声和演艺风格 好像迪克牛仔 别人唱 你会受不了 可老舅唱 苦 马伯谦说 这首歌会成为节目上留下来 大家持续回放的一首歌 从观众到所有的哥哥 一致认为他不爱我的现场投票数 肯定超过890票 可这是总决赛之前的最后一次公演 节目组又怎么会让陈楚生组 轻易拿到成团名额 有去过当晚录制现场的观众 在弹幕区爆料 第一次投票是超过890票的 可节目组说投票系统出现问题 要求陈楚生组再录制一遍 因为哥哥们的心情受影响 加上观众的新鲜度已经过去 所以第二次投票 只得了888票 也就是说 蔡国庆抱着罗杰夫痛哭的镜头 其实不是第一次表演时的感动 而是第二次投票失败后的委屈 至于这个说法的真假 节目组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真假难分 结语 一场表演 一次投票 甚至一记真人秀的实力 都不能代表陈楚生等人 真正的实力和人气 就像他们在拉票时喊出的口号 他不爱我 我不上火 相信在很多观众的心目中 他们四个人演绎的 他不爱我 就是不亚于动物世界的一场精彩表演 值得反复聆听和欣赏 而作为歌手 把自己最精彩的歌声留在舞台上 印在观众的脑海里 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人声中 不错 不错 感谢观看